MC 张天赋和洪嘉豪这对富豪CP 这日又再度合体出席活动 吸引不少粉丝到场捧场 看到他们在台上踏肩膀 似乎没有受到上月初开show时 MC助理在网上公开发文 引发的风波影响感情 当再被问及此事时 他们都大方回应 其实由出现到现在 我们是一句都没有谈过 是的 在心中感情不变 但就是这么简单 之间有什么解题 没有 应该也没有 绝对不会有解 因为我和MC 双方都各自回应了 我觉得也无需继续延伸这个话题 是的 这期的新闻是我们的表演 是的 洪嘉豪他来举行首个个人演唱会 只剩下一个月多的时间 但还有很多工作在忙 他都承认暂时未是最佳状态 因为始终第一次个人演唱会 最大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自己唱完这些歌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难度 所以要在家里练习这一样东西 再加上要排舞 还未排 那些衣服还未谈是怎样的 纯粹是有了一个初步的run down 所以都紧张 但我会继续努力 但你最紧张哪一部 我最紧张是唱得很不好 因为都是刚才说二十几首歌 我们之前有人帮你分担不同 但自己唱完 现在很害怕 一直有消息指 MC明年登上洪馆舞台 不过他就说还未有确实消息透露 只是说到现在已经开始健身和戒口 令到情绪都受影响 开始在做健身 但是第一次的事隔这么久 第一次做回是有些作呕的 有些心跳适应不了 是的 我也想放弃 但是会继续努力 我今天做完这个节目 也要去做健身 如果粉丝想看你表演的 你自己也很高兴 以现在的进程 顺利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是的 毕竟我都有 at least都有几个月准备 是的 所以我都对自己有信心的 即介绍就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其实是呀 还有还未是很适应 那种要做健身的生活 那你有没有说什么时候 开始会筹备明年的演唱 其实呢 下个星期开始就会有第一个议会 开会 所以到时就应该会清楚多很多细节 是的